回到新聞現場 帶您來關心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今天回到了自己熟悉的板橋 慈惠宮參拜開獎 由於他在日前批評在燕黨彼此內耗 今天他也再度受訪時說 他並沒有要批評的意思 廟前開獎以媽祖這兩岸共同信仰 做連結期盼臺海和平 不過郭董這句話 確實讓在場的人滿頭問號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廟前開獎重提和平理念 而他下午要出席環路 漁民大遊行 沒想到早上處遇上車禍 可以這樣講嗎 沒有 好 好 對不起 媽祖這個要生氣了 看到意外沒有過多回應 不過在他提倡主流民意大聯盟後 說要侯友宜柯文哲喝咖啡被冷回應 而郭董又在基隆痛批在野黨彼此內耗 而他週日在受訪似乎對柯文哲特別有意見 郭台銘近期四處拜會地方 關於找副手這件事 郭董也嚴正否認 要在這裡鄭重地跟韓國瑜的夫人 李嘉芬女士道歉 根本無中生有的話 就可以製造出來 在馬主面前不能講假話 郭台銘動作越來越大 像作在野龍頭 不過近期動作反反覆覆 確實讓外界物理看花 記者在上面留存文新北市采訪報導 換來這裡公司采訪報導 保守配四處